歡迎收看智慧型手機使用指南TB系列影片 這一節影片要跟各位介紹如何將手機上的應用程式移動到SD卡 好 現在我們一樣要先進入到我們的系統設定 然後往下滑請你找到一個叫應用程式或是應用程式管理 點錯了對不起 應用程式管理 點進去後他有幾個分類分別是以下載往右滑可以切換到SD卡 運行中以及全部 首先我們先到以下載 所謂全部他是包含系統內建的程式 那基本上系統內建的程式是沒有辦法移到SD卡的我們頂多能把它停用 好 那現在我們到以下載這邊 這邊所列出的程式就是所有你下載過程式 那要移動到SD卡呢 其實他有一些條件的 首先是 剛說過的系統內建的程式是不可以移動的 再來就是說有一些小程式他也是不太支援移動 那多半是在比較大型的或是說一些遊戲才有支援 所以我們先挑比較大的程式 像說這個神魔之塔 你發現他68.9M 但是其實他 他還有一些 資料會存在你的一些 空間裡面 那我們點到這個程式裡面我們就可以按這個移動到SD卡 那就按下去 那 一定要插SD卡才可以移動 這是當然的不然怎麼移到SD卡 好所以說SD卡必須先插到手機裡面的 好 那現在就等他移動 因為這個手機是舊型的 所以速度稍微慢一些 那我們看現在在上面是68.19M 我們看移完會剩多少 那必須要注意是他移動他沒有辦法全部移走 他一定還是會剩下一點點空間是留在我們的內存空間的 好現在移動完畢 好我們看到他移動完後剩下 3.85MB跟剛剛68MB是少了蠻多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看 還有哪些他是4.57還要加一些那個緩存 就是快取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一些 程式看能不能移 像字典 字典也可以移 我們就來移 好但是不是每個程度都可以移 像說 我們就來看看 像雲端硬碟 這個就不能移 Google Google程式基本上好像都不能移 好 那各位就可以去移動 那移動完你到這個SD卡 你就會發現 這個Google就會被打勾了 打勾就代表這些程式都已經移過移到SD卡 但是要注意喔 因為移到SD卡 你有一些程式的資料 就在SD卡上面 所以你要注意你SD卡是不可以隨便拔除的 假如說你SD卡移完後 拔除後你就會發現這個程式 點不開 像這邊有個這個 對焦不是很清楚 知識網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SD卡符號 這個程式就已經壞掉了 沒有 未正確安裝 這代表說你移到SD卡後 可是你之後把SD卡拔除了 或是說換一片SD卡 或是SD卡上你把一些資料刪除掉了 這些都有可能 造成這個程式無法正常的運行 好 那最後做一個小叮鈴 因為 各位知道手機SD卡移動 因為在最近 5.0版Android 這個版本出了以後 好像就不再支援這樣子的一個 SD卡的移動 好 所以說 你要購買新的手機 切記一定要購買 內存空間大一點的 絕對不要購買小於8GB的 那比較推薦是16GB或32GB以上的版本 這樣子才不會說你程式每次用一用就發現 沒空間 然後5.0版本也不自願你移到SD卡 就算你SD卡插了一片64GB的你還是移不過去 所以說 這是一個小小的提醒 那以上是關於這期影片 謝謝你的收看